而常年协助弱势民众的一族慈善会和永福狮子会 日前得知有位黄妈妈她独自照顾植物人女儿 但机窃了30多万元的养护费无力偿还 因此日前特别前往关心并且协助矫情欠费 一族慈善会理事长和永福狮子会的师兄师姐 日前特别前往卢州一间护理之家关怀植物人黄小姐 原来他们得知对方寄欠养护费用 特别前来捐款帮忙 这个费用就我本身个人以及我们司职费 各位师兄在我们理会长的带领下 手措金额来付这笔养护中心的费用 让这个个案能够顺利的转到其他的养护中心去 接受到其他比较好的照顾 当然得到这个养护今天早上马上来做了 没想那么多就做再说 这次除了一族慈善会和永福狮子会伸出援手帮忙 护理之家也体恤黄妈妈经济困难 因此原本三十多万的养护费用最后只收一半 他在这边已经四年多了 这个因为他们的包容让我能挤钱 只给一半我是很感恩的 黄妈妈感谢深星团体给予帮忙 目前在社会局的协助转介下 黄小姐也将搬往价格较低的养护单位 虽然未来费用仍然是一笔负担 黄妈妈妈说会坚持下去 记者方坚凯 林景瑜 卢州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